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原标题 外媒报中国BOX 特朗普对中国动真格的时刻 来了ROX特朗普对中国动真格的时刻 来了ROX报道指出 看来美国总统特朗普要对中国采取强引措施了 本月早些时候 美国官员透露 白宫正在准备出重拳 惩罚中国在贸易领域采取的不公平做法 上周一 特朗普与习近平通电话时 表示 中美间的贸易赤字是不能持续的 特朗普上周三接受路透社采访时放话 他要采取行动解决与中国的贸易问题 如果特朗普真的采取行动 那将兑现他在大选期间许下的诺言 特朗普上位后 并没有采取激进措施 因为他希望中国帮助美国控制朝鲜的核计划 华盛顿邮报中国基深世界科技强国行列 华盛顿邮报报道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家科学委员会 刚刚发布了两年一度的科学与工程指标报告 报告指出中国已经或即将成为科技超级大国 科学技术构成经济发达社会和军事强国的知识基础 而中国志在成为世界领先的经济大国和军事强国 中国研发投入已经居世界第二位 占2015年全球总额近2万亿美元的21% 美国占26% 但如果目前的增长率持续下去 中国将做上透霸消息 新闻business e-order 美国政府和媒体的信任度面临崩溃 中国截然相反 路透社中国说 美国才是对全球贸易的真正威胁时代杂志 第15位 庸俗 银慧 中国电视和嘻哈文化原生 说布CNN让中国难以释怀的蒸汽机车 美国之音邀请中国参与海洋开发 又触发菲律宾政治风波的风险 Quotes 在自助便利店的发展上 中国同行与亚马逊各有千秋彭博通讯社 中国坏账数据带来的新疑惑 美国之音 美国盯住中国后防长马蒂斯 抵达东南亚评论 普布斯 中国中产阶级现场为官 澳网公开赛的人数刷新纪录环保基金 中国重视海洋的健康发展 国家利益杂志 中俄对美国新航母的胜数计合 外交政策中国撼动国际原油市场施举 普布斯 中国经济维持了增长率 但选错了目标 金融时报 中国收紧VPN或有关乎审查 也签设